这是验评 这是我们得到的 中华古墩杖上的第一件宝贝 唐靖棍白塔木 是一面关衣裳 连故宫里的藏匹 老茶缝都能弄到手 果然是神通高达 三倍加剑 我们说到做到 说吧 下一件 想要什么呢 我们 最想得到的是 中华古墩杖上的第一位 传国运席 是 玉雕水月观音像 博锦处有列文 需要修复 知道了 下一件 这是 是 唐靖棍白塔木雕 是一面观音像 国宝啊 咱这哪一件不是国宝啊 这雕工 这形态 这塔木的香气 是 登记到册吧 好 等等 怎么了 这是雁品 张处长 就是这尊观音像 是雁品 您看他的雕工 木质 气味 作秀 乃至气韵 都属上乘 但造假者忘了一点 他用了朱血上漆 可是有不少佛教木雕 用的就是朱血上漆啊 这是唐代作品 即便用了朱血 气味也早已经消散了 只有新东西才会留下心臭 造假者手段高明 做了处理 让人闻不出来 可他瞒不过苍蝇 再者说了 古时佛教木雕用朱血上漆的 一般都只有护法之类的形象 这是观音像 绝不可能用朱血的 可是故宫的藏品 怎么会有假呢 如果说是假的 那就说明真的已经被调包了 调包了 太好了 谁调包了 谁调包了 故宫里可没有小偷 只有你是新人 是 如果说故宫失窃 那我确实有嫌疑 不过 不光是我 你什么意思呀 徐一成 你先别说话了 实话实说罢了 2 3 2 3 3 6 2 10 9 9